英校教堂的恐怖秘密 众所周知,英校有个教堂 但这个教堂却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新天小妖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我们直接进入教堂 可以看到,教堂内有个修女 这个修女有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看看她的样子,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没错,便利店的营业员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发型也是一样的,只是眼睛的颜色不同 并且,当我们给修女换衣服的时候 看见了吗? 不管换什么衣服,她都不会摘头套 这头套是长在头发上了吗? 接下来,我们再用垫子进入教堂地下 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居然站在了教堂顶上 这瞬移也太神奇了吧 现在,小妖姐姐带大家来夜晚 看看婚礼现场 夜晚的教堂更是说不出的诡异 修女在门口,坐着像一种祈福一世的动作 你们有没有觉得她和沙滩上那些烧烤的游客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 这难道是一种祭祀吗? 我们再看 天啊 新郎居然拿着一把刀 这新郎是想干嘛 而你们快看看 这些皮笑肉不笑的来宾 男兵长得一模一样 而女兵仅仅只是换了衣服的颜色而已 并且她们的嘴里说的都不是祝福的话 现场唯一的份子前 放在了这个没有女伴的男兵旁边 她的女伴呢 这一切未免太古怪了 小妖现在带你们看个更吓人的事情 这个新娘说话非常的粗俗 我们先把新娘抱走 去城堡里给新娘洗个澡 什么情况? 新娘居然是个男的 我们再把新娘抱到新郎旁边 来宾呢 来宾都去哪了 怎么一下子全都消失了 就剩这个修女 修女在狂奔 为什么嘴里一直在说 想要很多的钱 修女不是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的吗 来 我们跟上她 看她要去哪 看来她要去高级公寓 她的家在高级公寓吗 这个修女看来是一个贪财的修女 哪天啊 她怎么消失了 我的妈啊 咋又出来了 这也太吓人了 小伙伴们 你们说 这个修女 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樱花主食屋的恐怖秘密 众所周知 樱孝有个主食屋 但这个主食屋 却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心天小妖 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我们先来到湖边的主食屋 快看 这里有个长官 他叫国花建立 接下来 我们来主食屋内部 发现了吗 这两个男长官 居然是同一个人 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他会同时出现在两个主食屋 但是我们如果把湖边的男长官抱过来 这边的男长官就会消失 这时湖边又会出现那个男长官 也就是说 这个男长官能够分身 但是和分身 不能同时存在同一个地点 诡异的事情 不仅仅如此 可以看到主食屋的关押室和税务局的关押室差不多 这是为什么呢 主食屋和税务局有什么关联呢 现在来看看这个图纸 据说 标红点的地方是案发现场 这个案发现场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小镇附近 而不是黑帮附近呢 我们现在走出来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两个通缉告示 一个是杀人犯 另一个是抢劫犯 请记住这个杀人犯的样子 现在小妖带大家来到学校 进入校长办公室 进来后可以看到校长的办公室 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 和黑帮的办公室一模一样 再来看看这个历届校长的照片 这 这个第三任校长 是不是和杀人犯长的一模一样 校长和杀人犯长的一样 办公室和黑帮一样 校长和黑帮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继续来到主食屋 现在咱们试着坐一下警车 意料之中 被打了 一个平民坐一下警车 就会被击毙 而黑帮天天打打杀杀却没人管 这 主食屋到底和黑帮又有什么关系呢 主食屋 税务局 学校 黑帮 之前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知道吗 影响女主的恐怖秘密 想要探寻女主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得先从女主的家说起 女主家的外面种了很多花花草草 可以看见这些树木的造型都是动物 由此得知 女主是很喜欢小动物的人 女主的屋后有一个烧烤台 天啊 上面有血迹 这个血迹是谁留下的呢 现在 小妖在带大家进到女主的家 映入眼帘的是女主家有很多猫元素 灯是猫形的 画画是猫咪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幅画和猫神殿的一模一样 男主家同样有这幅画 说明女主和猫之间有很大渊源 再来看女主的家装 可以看出女主的家境还不错 有水晶吊灯 有古董花瓶 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来 小妖和大家一起去宫殿看看 没错 看到了吗 女主家同款吊灯 只是宫殿的更豪华一些 再来看看这个花瓶 就是同款花瓶啊 女主一个平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家装呢 现在和小妖姐姐来 看见了吗 女仆们居然对女主说 欢迎回来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假设 假设女主和宫殿有着不一般的联系 之前说到女主和猫咪有很大的渊源 就要说到女主家的黑猫 一般人都生命值都是一百 可这猫是十万 我们还能看到它和女主是好朋友 宫殿那也有一只白猫 快看 白猫同样拥有十万生命值 并且也是女主的好朋友 证明这只猫也是女主的 师父更加证实了女主曾经住过宫殿 另外城堡外面有一匹马 它和女主是熟人 女主不需要讨好就能轻易地抱起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女主是一个能够和动物们沟通的人 并且曾经可能居住在宫殿和城堡里 女主的家有个阁楼 这个地方能够躲避别人的追踪 为什么会在女主家做这个设计呢 小妖现在带女主换一身幼儿园的衣服 继续和大家讲解 注意到了吗 我们靠近点看 女主的左脚有一个很深的疤痕 以至于女主的脚其实是瘸的 来 给大家看个特写 看到了吗 小伙伴们 小妖给大家探出的这些秘密 你能猜测一下女主的故事吗 英校男主不为人知的秘密 众所周知 英校里的男主是王二狗 那么二狗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男主是一个学生 但是他却不需要像其他NPC一样去上学 接着来到男主的院子里 可以发现 他的家看起来很普通 但他有一个豪车 还有一个超级酷炫的摩托 别的学生都是不行上学 他为什么这么有钱 我们现在去男主房屋里看看 天啊 男主的门上居然有血 这里发生过什么吗 突然想起来 现在小妖和男主说再见 看看他会怎么做 男主只会跑到家门口 他根本不敢进家门 想知道为什么 我们进屋子里去看看 可以看到男主父母的卧室里 铺了一层和装修很不搭配的红地毯 星红的血色 不知道下面藏在什么秘密 并且父母的卧室和男主的卧室之间 还有一个家层 你们猜猜看 这个空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另外客厅也用了很多红色元素做装饰 红椅子 红冰箱 红橱柜 显得特别突兀 特别违和 似乎这些都是为了掩盖血色 再看看这个沙发 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 和黑帮的沙发一模一样 他们又为什么会用同款沙发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猜想 男主的父母和黑帮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曾经他家就发生过一些 打打杀杀的事情 而且男主的卧室里也有着哑铃 男主是一个很爱健身的人 打人也特别疼 看 这是我们之前的臂力 使用男主的哑铃 还能增加臂力 再来看看 男主家的装修是很简单的 但和女主角却有很相似的东西 猫咪挂画和这个猫神殿的话 男主明明是养狗的 为什么家里却挂着这么多猫元素的话呢 说到狗 我们来看看男主的狗 它可是音效唯一的一条狗 并且生命值和女主家的猫咪一样 都是十万 看来它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 来 我们做一个实验 现在我打男主 看到了吗 这个狗狗跑出来了 来 我们跟上它 看到了吗 它 它居然会报警 下期你还想听鹰叫的什么秘密 记得告诉小妖姐姐哦 英校便利店不为人知的秘密 众所周知 英校有个便利店 但便利店却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小妖就带大家看看 便利店的左侧 可以看到这里是个巡逻地点 一个普通的便利店 为什么会成为重点监控地点呢 难道这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吗 再看看右边 可以看到几个告示和分类垃圾箱 最右边是个银行标志和吸烟区 这就很奇怪了 明明是个超市 你却写银行 ATM机还放在超市里面 那要是超市关门 平民怎么取线呢 难不成银行是超市开的 实在不理解 现在我们进入超市 可以看到超市有两个收银机 但是只有一个营业员 这是为什么呢 并且可以看到 超市物品繁多 但我们能够买的只有十样 也就是其他的物品都是假的 这些假象试图掩盖什么吗 最诡异的要数营业员了 可以看到营业员非常的漂亮 但是这个鼻子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像整容后的鼻子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腿很粗 有点像打手的感觉 再仔细端向一下 没错 它长得非常像教堂的修女 来 我们去把修女抱过来 这营业员怎么飘过去了 什么情况 再把营业员抱过来 天啊 刚才是怎么了 营业员怎么穿出去了 太恐怖了吧 看来营业员只想在外面对比 好吧 表面看起来 他俩仅仅是头发长度和眼睛的颜色不一样 但是 这个修女是可以换衣服的 只是不肯摘头套 但营业员 却没办法换衣服 不论我们用什么方法 快看 即使泡温泉 他也要穿着营业员的服装泡 教堂的新娘是男的 那这个营业员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件更奇怪的是 你不管把营业员抱去哪里 他都可以现场买东西 但是他不在便利店 你就无法买东西 难道他才是便利店本身 而便利店只是个假象 怪不得这么多的东西 只能看不能买 这个便利店其实还暗藏玄机 来 我们先把二狗抱过来蹲坑 接着我们进到货品价后面 看到了吗 居然是透明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王二狗蹲坑 便利店这个设计 真的太诡异了 哦 对了 便利店每天下午四点 便会出现巨型飞蛾 整个音效 只有便利店 每天每天都会有飞蛾出现 这里是有什么吸引他们吗 并且你们看 我把黑帮引过来 我现在关掉敌人 飞蛾也会消失 证明飞蛾也是我们的敌人 现在我们轰炸他们 快看 营业员只会躲在角落里 抱头痛哭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去不去报警呢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下期还想听什么秘密 记得告诉小妖姐姐哦 我这 border也看你不去报警 继续